八七年的兔子 我想问一下你长得什么样 你是不是鼻子不高啊 我的 鼻子高不高 我的鼻子不高 那说不定是你的 是不是眉毛很淡 是不是不是很高啊 我说眉毛 眉毛很淡 眉毛可能是吧 是吧 那眼睛就是比较平整 好像不是双眼皮 不是抠进去的那种眼睛 那不是灵性的 那就是你的 我是八七年的兔子 对啊 那就是这个八七年的兔子 那有个女的 在他身上 有个女的 是你不是吧 不是不是 八七年的兔子是男的 那好了不要讲了一个女的在他身上 一个女的需要多少小房子呢 六十七张 六十七张小房子 你有没有妹妹姐姐了 你有没有妹妹姐姐死掉的了 你妈妈打过胎不了 调过孩子不了 好像是很精确 在他身上 应该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在这个女的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多少张小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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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刚刚讲了吗 六十九张啊 六十七张的 他能听到 听不见 他能身体太好 听不见了 他的身体不太好 身体 我告诉你啊 他的骨头啊 缺钙 严重缺钙 骨头严重缺钙 我告诉你 这个男孩子 胆子非常小 确实他胆子比较小 我告诉你 怕见人 明白吗 怕见人 对的 对的 我告诉你 你要给他多念大悲众 呃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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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念 至少念七遍 嗯 每天至少 七遍 呃 他的修行上 他 叫他自己好好念 叫他自己好好念 嗯 他修行上 什么 什么 这行 他的修行 他自己也念真的 嗯 他身上有灵性啊 已经跟你讲过了 嗯 就是有个灵性是吧 这女的呀 刚刚不讲他吗 嗯 就是他修行 修行你 他点拨点拨吧 没有什么点拨的 好好念经 用功一点就好了 点点什么拨什么 好好念经 很多人就是不用功 就是不认真 有什么点拨的 好好的念经 听得懂吗 一心一意念经 菩萨都在你头上 嗯 还有什么 很多人一辈子念的很灵的 就是认真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嗯 师父他业料比例是多少 请问他 27 嗯 27啊 好了 27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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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